大家好,我是FM 今次為你介紹觀蘭版話村 由福田地鐵站乘4號線 去到松原下下車 這一出口,接著乘285號巴士 去到觀蘭版話基地下車 滴滴便來到觀蘭版話村 便要沿著這裏入 而這裏免費入場 一進去便會見到很多燈籠 而右邊已經開始見到古村 這時候見到有些店舖 有人走過去看看 左邊這邊見到很多對聯 我們現在走過去看看店舖有甚麼賣 見到這裏有間咖啡店 人們便坐出來喝咖啡 挺舒服的 旁邊有些小食店 有雪糕店 冰桃露 還有棉花糖 這裏也保留了舊村的色彩 未至於全面抹化 古色古香 配合很多剪紙的圖案 店舖有些油畫出售 也見到舊屋 有些很特別的裝飾 我們來到板花村 剛剛有些幼稚園過來旅行 大家在看! 我偷偷怕 和搖胖 這裏也有在這裏 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見到很多 家庭 跟拖男帶女 地長來這裡 遊玩 遊玩 这里亦有一些工作室用来做版画 刚才有些小朋友学版画 这里有一个雕楼 这个城里有三个雕楼 这个村子也挺特别的,门口也有一条小河 不知是以前用来防火用的 这家屋在门口前放了很多假石 这里是第一个雕楼 雕楼也有五层楼,不让人上去 原来以前的雕楼是用来防毒用的 看到这架楼有图案画了上去 其余那些就没有 这里也是看到一些旧屋 租了给人做一些店铺 现在已经8、84岁了 我来到的时候看到他钓着一些营养液 之后就走到中央廣场的一个庭园 我猜这里以前是看电影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城市都会来这里 周围都看到很多被人坐的地方 这棵树就像一些栩原树 走到这条路走进去 我们就会看到油菜花田 这里就是油菜花田 看到很多蝴蝶 但这些花就不多 已经是种子了 我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照片 就在一片黄色的花海里拍出来 所以就特意过来这里看 谁知道原来这架花已经借了 来到这个油菜花田 那些花已经变了一些种子了 花又不多 时间就过了 但是有很多蝴蝶 现在全面全都是油菜花 就很漂亮了 其实每年都放了不同的花 我上次来的时候是三年前 他放出来的花是另一种花 出来的效果也很漂亮 看不到油菜花 还可以看到一片大红花 可能要等明年才看到 他再种另外一种种花 这里附近有一个士多啤梨园 你可以进去摘士多啤梨 之后称重来付钱 因为今次我朋友没有兴趣 所以我今次就没有去到 今天很晒很热 看到前面有两母女穿着看服来拍照 原来他们是来自广州的 在附近租酒店住 而过来这边玩 这里就看到第二座雕楼 在这个位置也看到有几间澳 这边就做满纳茅丹 让开花开得很漂亮 这个湖是有鸭仔的 这里看到第三座飘楼 另外一边就会看到有河花池 但是这些河花已经借了了 今天这个灌篮版花村就介绍到这里了 接着我会用另一段影片介绍去灌篮 发现了一个夜市 很多食物 记住按个小铃铛 订阅、赞好和分享 拜拜